2023年一千块以内可以买到怎样的手机 那现在已经大大哥出现在人面前了 就是 这个啦 realme 10 那它呢宣称是一千块以内的性能王者 因为它有这个段位领先的处理器 还有90Hz AMOLED屏幕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款手机 OK 这样大家都很关注处理器 那么这一款realme 10的一大卖点就是 它搭载了mediatech G99的处理器 是同单位里面安兔兔跑分最高的一款处理器 那它中期的性能表现是比上一代上升了40% CPU读写速度是上升了25% 但是耗电量又下降了20% 也就是说它的性能表现更好 可是又不会太耗电 它运行居Android 12的realme UI 3.0系统 那中期的流畅度 它是经过了TUV SUD流畅度A等级的认证 那这项认证其实就是讲 确保你的手机在三年内 都可以保持流畅上的概念 那还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 它搭载了一块6.4英寸的 90Hz Super AMOLED屏幕 那因为是AMOLED 所以显示效果肯定是有一点水准的 那也是这个价位段里面唯一一款 同时有mediatech G99处理器 又有90Hz AMOLED屏幕的手机 那这一块屏幕它支持最高360Hz的触控采样率 然后Full HD Plus的分辨率 1000nits的风质亮度 采用第五代的康宁大猩猩玻璃 OK Realme 10呢 它是目前realme手机里面最薄的一款手机 就7.95毫米 然后重量呢是178g 上手呢算是轻的 相信长时间握持或者是打游戏都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啦 OK首先设计它走的是一个简约有细节的设计 那它拿走了这个镜头模组的模块 所以看上去呢整个就很平滑 那只有两颗凸出来的镜头这样子啦 那放在桌子上呢 其实也不会到凹凸不平这样子啦 Realme 10有两种配色黑还有白 那我手上的这个黑色呢它叫做Rush Black 它其实是一个带有蓝紫灰的一个渐变的黑色啦 那因为它的背盖这里呢它采用的是很平滑的这种亮面处理 所以当你在转动的时候其实你也会看到一些灯光折射的线条 那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有非常绵密的细闪珠光 而整个背盖呢其实是会沾指纹的 不过如果你套向它附送了这个半黑透明壳的话就问题不大啦 然后侧边跟上一袋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把这个音量键呢换去 你们的换去右边 换去右边啊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prefer这个位置的啊 因为当我横着打 有些来是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调节音量会比较顺手 就比起放在下面这里啦 然后这个开关键还是支持指纹识别 然后再看下方这里呢 依然有一个3.5mm的耳机空可以方便大家接听耳机 然后就到这个麦克风 然后就是一个type-c的充电接口 再来就是一个可以调节到200%的speaker 那就现场播给大家听 等下来就是它宣称拥有同段位最大的存储容量也就是最高去到16GB 加256GB ROM 那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切换apps的时候更流畅而且不会切后台 而且还可以再放memory卡 你要买one tv的卡放进去也OK 就是很有吸引力 千元机又想要有大容量的朋友可以考虑 电池方面它配备5000毫安级的大电池 也算是相当够用了啦 然后还有33瓦的Super VOC快充 官方表示可以在28分钟内从0充到50% 那么在相机方面呢 可以看到上一代是三色组合嘛 这一代呢就变成了双色组合 分别就是5000万像素的主色 以及一个200万像素的黑白镜头 同时这一代也提升了色彩AI算法 所以即便它的配置是比上一代略低 可是排夜景的效果还是整体提亮不少了 暗处比较有细节 然后亮的地方更亮 而且夜排的时候我发现它快门速度也是提升了 所以不用等这样久咯 OK那么看到这里就如我标题所说的那样 它真的是你今年目前1000块以内买到 最不用担心它会lag手机 因为它处理器OK 然后屏幕也OK 然后又有很大的容量可以extend 然后它的电池也够大啦 然后夜排也是相当够用的 说实话1000块我真的是不敢要求太多啊 但是没有梦想人就会变成仙女 所以如果咧 你对它有更多的期待 欢迎你在那边留言去告诉我们 我都会看的OK 好了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